今天我們就做一個網仔魚魚春 哇!很大塊 你看!這麼大塊 裡面有些血管 我們首先用水洗一下 因為買回來也比較髒 洗一下,然後挑走那些衣服 然後撕走那些血管 可以割開血管 因為我們現在做 就想做到好像烏魚子 那些日本仔的烏魚子 但是這麼大塊,我沒試過 我現在試一試 希望可以做到差不多的樣子 我們先洗一下 剛才要洗一下 先洗一下 我們順便割一割血管 先洗一下 不過很大塊,你看! 這隻手也這麼大 看東西也這麼大 先洗一下 先洗一下 其實是可以割開少許的 割了一層衣 方便洗一下 洗的時候要加少許鹽 洗一下 然後洗一杯 狂粉 洗一下 洗完後 洗一口 洗一個 1.2 2.3 2.3 2.4 2.3 2.4 3.4 3.4 4 5 有很多 血管的位置要撕掉 不然我們弄烏魚子曬乾也好、醃也好 壓水份的時候 血位是弄不走的 這樣會有腥味 順帶一提 這條魚叫網仔魚 就是一條大型的魚的魚村 所以它的村很大 魚大約是大約米幾左右 才有這麼大的魚村 普遍大過你看到的三文魚 在街市買不貴的 只是幾十元 但幾十元買魚村都不是便宜的 你看看那些村子爆到 先過一過水 總共有一個水 在下面的地方 把魚哦 再加上鮮魚 和魚 再加上鮮魚 再加上鮮魚 當然要加點水 加上鮮魚 大小水 炒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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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卷 開始的血位 給我一點工具 放入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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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量高辣的食材 豆腐 pernah加上油 然後你看到 血位應該都沒什麼了 都要清掉 清掉 不用撕到沒有E 不用撕到沒有E E之後都會沒有了 最重要是血位 弄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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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保持 臭的完整性 要不然會很難搞 很難搞 好 用紙巾 即是吸水紙 吸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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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之後呢 我選擇先醃好 用粗鹽醃好 放開 封了保鮮紙 拿些粗鹽 放它 放一些粗面 再放些粗面 再放些粗糧 全部放在包裡 就像禮物一樣包住 然後再用保鮮紙再包 然後用膠袋再挑住 這樣就可以將它放進冰箱 就好了 現在我們先拆開 吃過禮拜 即是醃了過禮拜 現在先拆開 然後用水洗一下 洗完之後要用酒浸泡 用剪刀剪煙 用剪刀剪煙 很硬 現在用水洗一下 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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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一下 浸泡一天 浸泡一天 明天就用它曬 洗完澡 洗完澡 先用酒浸泡一下 去除鹽味 它很硬 現在很硬 看起來很硬 看起來很硬 很硬 因為用鹽醃過 水分浸泡出來 你會看到顏色很沉沉 我們可以浸泡一下 浸過夜 明天就用它曬 但事前之後 我們要用少許的味醃 鹽都在了 所以要換水 要換一換水 好 我們用味醃 味醃 酒 浸泡一下 用主酒來的 Sake味醃也可以 只要用魚的味道 就是這樣 我們浸泡完 明天去看看 究竟是怎樣 我想一下也不好 明天浸泡完之後 然後用麵糞醃一下 再醃到一個星期 然後我先拿去 我做出來的顏色會更實 我先試一下這個方法 好 好了 隔了兩天之後 現在 我的酒浸了兩天 我就可以拿出來 先吸一吸那些水 即是吸一吸那些髒東西 那些小隻手 沒有被髒東西碰到 然後我突然就拿 日本麵糞去醃 現在我們先吸水 它還是很硬的 你看它吃的 很大的酒味 但是它還是很硬的 看到 那些衣就撕掉了 其實那些衣就撕掉了 其實那些衣不撕都沒有所謂 因為我們已經曬了 那些酒浸了 我們用一些索水紙 索水紙 索水索 索水索 一定要索水索 因為我們醃了之後 就會用它曬 曬乾它 就可以用它吃了 但是這個過程 我們用酒浸 最少兩天 可以浸一個星期 我們先索水乾 其實還可以聞到很大的酒味 然後我們用這個湯袋 然後我們會把這個湯袋 把這個湯袋放到裡面 然後我們會用麵糞 然後把麵糞包起來 為什麼呢? 我們不想把麵糞直接放到魚春 不然你應該清掉魚春 很麻煩 那我們就這樣去做 看見到魚春呢 就沒有了些買回來的色澤 其實都弄了整個禮拜 好 好 好 然後我們就拿一個 湯袋進去 這樣進去 然後我們把麵糞包起來 然後把麵糞包起來 因為這個魚春都挺大 然後我們就拿一包麵糞 我這次拿了順州麵糞 順州麵糞 其實可以拿西京麵糞 不過我想它做到那個顏色 比較啡色 那我就用順州 用手揉就可以了 其實沒所謂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會放進一個盆裡 裝著它 其實呢 我們呢 都要預備一個盆 來裝著那些麵糞 把麵糞倒進去 好大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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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上麵糞 這樣揉上去 這樣揉著就可以了 這樣揉一個禮拜 我們都要揉一個禮拜 有些薄一點的布可以拿薄一點的布 不過我就沒所謂 因為醃食個禮拜 它自己都會出水 都揉著了 我們先塗到這個 這個面子 然後呢 我們反轉它 反轉它 然後呢 我們就 照樣 揉它 揉它 如是者 我們又放多個禮拜 但是 又看看它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呢 這麼大的網仔魚 的魚春都很少見 所以呢 其實呢 我都 很少做這些 大延工程 因為 需時差不多整個月 都要 差不多 封住了它 其實就不用說什麼特別 有什麼 器材 你家裡有什麼盒子 就盛住它 那一頁 煮得平一平 不要有水 因為它自己都會出水 我只想讓它 它的水份 都會出來了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 用保鮮紙 插著它 一定要用保鮮紙插著它 怎麼會呢 很難攪拌 要這樣插著它 其實都無所謂 因為它本身都會 入到味 因為我們也有鹽醃過 它本身也有咸香 曬完之後 那些魚味 咸香就出來了 而且這麼大的魚春 沒什麼可能會沒有味 好 我們拆緊它 之後呢 我們封回它 盡量平均一點 盡量平均一點 然後包著它 放到雪櫃一個禮拜 再看看它有多好處 因為通常這麼大 一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都可以 處理了這個步驟 之後就一個月 抱歉 一個禮拜 之後我們就開封帶一看 好 接著呢 我們現在呢 整個禮拜 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 拿出來 拿出來 它這個顏色也很帥 很帥 很帥 好 好 好了 就這樣 我們就可以拿去曬 先把湯袋放在一星期裡 把湯袋放在一星期裡 就可以拿出來吃 好 好 然後呢 好 看看 我們現在呢 再放一星期裡 把它放在一星期裡 然後呢 又可以拿出來吃 然後把湯袋吊起 如是者我們曬乾了大約一個星期 我們曬乾了一個星期 有時好天 有時不太好天 不過我們曬乾了大約一個星期 現在看看結果是怎樣 結果是很硬的 變成這樣 一條 我們明天會切開 用來煎一煎 可能放少蘋果 看看效果如何 其實燒也可以 用明火燒一燒 然後給蘋果或蘿蔔 甜和梨等 我想試一下夾給它吃 如果是日本人就會這樣吃 但現在我們在香港 還未試過做這麼大一條 我先試一下 哇 好香喔 直接加 unser食材 等待在水中 把水晶片 放入骨葱 可以用骨葱 放入骨葱 炒到酒 黄葱 骨葱 煮成骨葱 炒 elsewhere 天啊